好,我们各位亚洲大学的新鲜人,大家好 我是学生事务处的副学务长简信兰 那接下来是由我来跟各位新鲜人们来说明一下 学生事务处的一些相关事项 那也提醒我们同学们在校园里面的生活 的注意事项 好,热忱的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亚洲大学 那学务处本则照顾学生的身心灵的健康与成长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同学在学校里面是可以安心就学 然后在学校的提供环境之下可以学习跟成长 那首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学生事务处有这六个单位 包含军训室、生活辅导组、科外活动与服务学习组 以及健康中心还有书院与出宿服务组 最后是生涯发展与就业辅导组 那这几个单位基本上都是因应的我们学生 在学校的各种需要来成立的 那我们的各个办公室的分布 那有分布在校园各个角落 那也希望同学们可以 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这几个空间 然后去找寻我们的相关单位可以协助 那像这个课外活动 有跟社团的活动的部分 就在我们的竹梦学院的地下室这边 那我们有非常多元的社团活动 那还有就是课外活动与服务学组 在另外一个地方的空间 那有操作这个服务学习的课程 那还有我们健康中心提供服务 以及学务处这边有祝福组 生活辅导组提供同学们这边有关 不管是经济的照顾 或者是你在学校的任何需要 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生涯组 那提供同学们这个 所谓的起飞计划 让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就可以 感受到学校这边用心帮各位 安排的未来就业这方面的年结 以及智能的提升 好 那首先几个议题 要跟同学们作为提醒 第一个就是性别平等这件事情 那学校推动这个校园的学生的 性别平等教育 那希望同学们在学校里面 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干扰跟影响 那但是呢 如果有遭遇到这个性骚扰 性侵害或性霸凌的时候 那有一些求助的管道 那希望同学们 务必一定要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你周遭的朋友 有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 可以让我反映给学校这边知道 那学校有相关的一些 处理的程序来照顾学生 那希望各位同学 不要有受到这样的问题的干扰 那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学校里面 当然就是要尊重多元的性别 那因为现在性别多元性 那也希望同学们了解这部分 彼此尊重 那第二个一定要很确定 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那这是自己的权利 不容别人来干扰 那适当地维持我们每个同学之间的 或者是朋友 同学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距离 那注意一些言语跟肢体的碰触 那这些都可能会触及到所谓的性别平等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学务处会有一些性贫事件的处理的流程 那基本上窗口都在学生事务处 那我们的空间是在L102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希望可以反映给我们知道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这个校园霸凌的事情 那现在霸凌事件 当然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也量数量不是那么多 不过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也希望可以反映让我们知道 那同样的是在学生事务处的 那空间是在L102 那这部分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发生 有可能你的周遭的同学朋友遇到困难 其实都可以向我们反映 那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防治校园霸凌的 这样的处理的流程 让同学们知道 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同学注意 然后不要在校园里面 在你身边发生的这种问题 那再来最后我们要跟同学们说明的就是 学生申诉的这个部分 那大学法的这个大学法33条的 这个部分都有规定 那我们依照这样的规定 那有这个学生申诉的评议的窗口 那这部分我们有相关的这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就是在你的学习跟生活 还有一些权益受损的时候 当然有这样的机制 但是学校应该也有很多的机制可以提供学生们可以救济 那不一定要走到申诉 不过我想如果全域受损的话 学校学生事务处这边也有一定的窗口提供给同学们可以来作为反应 那地点一样是学生事务处的这个空间 L102这边 那希望我们同学如果有知道了 或者同学们 你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透过学生申诉的窗口来给我们反应 那我们会依照法规的规定 那成立学生申诉的评语委员会 那这边会有专家学者还有老师们 还有同学们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来跟同学们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权益的主张 那当然有一定的申请的流程 那要提出申请 然后也要一定的规定 那当然学生的申诉这件事情 在学校里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救济的管道 但是如果不满意申诉评议的结果 其实还是教育部这边还是有可以走向宿院 甚至走到行政诉讼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学生申诉的部分 其实在学校里面都是有很严谨的规范的 那这个学生申诉的部分当然有些规定 比如说这个同意案件只能申请一次 然后比如说申诉的时候 必须是你的权益受损的这个接受处分开始起算 30日内一定要反应 所以超过30日在这个法规上就会不予受理 所以同学也要掌握这个时间 那当然有任何问题 就是像学生申诉处这边来做反应 这是有关学生申诉的部分 那学务处当然刚刚提的重点 只有三项的提醒 不过我们想学务处这边还有很多的事务在推动 包含同学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交通安全 品德教育 还有我们的任何在学校里面的学习 社团学习 课外学习 有关领导力的培养 这方面其实都是学务处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新鲜人加入我们亚大之后 让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那共同经营多彩多姿的 丰富的这个大学生活 以上是学生事务处这边的说明 谢谢各位 谢谢